文章来源 美国中文网 美国中文网报道 周一 当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万斯 J.D. Vance 被宣布为前总统川普的竞选搭档 和2024年副总统候选人时 他的妻子乌莎 齐鲁库里 万斯乌莎鲁库里 满面笑容地站在他身边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万斯与乌莎于2013年 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相识 在那里 他们组织了一个 关于美国白人社会衰落的讨论小组 2014年 两人从法学院毕业后结婚 据人物杂志报道 这对夫妇育有两子一女 他们对家庭生活保持隐私 但经常一起参加政治活动 虽然乌莎 万斯经常支持他丈夫的成就 但他自己也是一名成功的律师 据报道 乌莎出生在加州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 在圣迪亚哥郊区长大 他在蒙尔、托斯与欧森律师事务所担任诉讼律师 专长于高等教育、地方政府、娱乐和科技领域的民事诉讼和上诉 而在万斯被选为川普的竞选搭档后 他立即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职位 根据该律所的介绍 在耶鲁读书期间 乌莎还曾以耶鲁、中国教学研究员的身份前往中国 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美国历史 在律所任职前 乌莎曾在最高法院担任书记员 在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手下工作 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也是他的雇主之一 当时他在华盛顿特区寻回上诉法院任职 据纽约时报报道 至少在2014年之前 乌莎都是一名注册民主党人 根据俄亥俄州选民登记记录 乌莎于2018年在该州登记投票 记录显示 他在2022年的选举中参加了共和党的初选投票